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 还是这脚踏实地 知冷知热的感觉好啊 是啊 许兄啊 当天不是有着风雨停 我们就不会结伴同行 那我们就不会一起进京 放狂话 也更不会去面见烛烤呆 是啊 要是没有这些事 现在我们可能风风光光的 骑着白马 劈着锦段 没准现在啊 是光辉夺目的荣归故里呢 天意弄人哪 不过也好啊 我终于知道 人哪 只要能活着 才是最重要的 是啊 许兄啊 看来我们到了这里 也该就此别过了 一路保重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老神仙 请受唐某一拜 老神仙 悔不该当初没听您的忠告 险些丧命 羞愧啊 顿悟就好 顿悟就好 你到底是何方神圣 竟然如此料事如神 你究竟是神经还是神仙 这世间哪有什么神哪 我无非啊 是比你们早述了一些错诚而已 哎呀 像我年轻的时候 也跟你们一样 才高八等 也进京刚考 并建了考官 花费了毕生的积血 买了考题 谁曾想 哎 考试的时候 却发现题目完全不一样 最终啊 名落孙山 这时流落异乡 无眼为家 哎 不过 早此一难 我倒深悟出了一个道理 做人凭本事 无缘 勿强求 嘿嘿 如今啊 我是看破了 哎呀 现在呢 在这天地间 自由闯的 也活得挺开心的 嘿嘿 多了几分知足和快乐 其实这人世间啊 道理很简单 嘿 知足常乐 不知二位 有没有见过 插秧的农民 嗯 插秧的农民 手把轻描插满天 低头便见水中天 身心清静方为道 嗯 退步远来 是向前 前辈啊 我懂 哎 前辈呢 哎 那就要看唐县员你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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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如此 好了 唐兄 告辞了 保重 告辞 告辞 哎 哎 哎 给我 你打吧 王爷 咱要打得准啊 这个距离正好 哎 哎 哎 这么近哪 咱远 哎 哎 这距离正好 咱远 哎 咱远 去去去去 哎 咱远 好了 就这么远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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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我可是您的亲外侧 我知道啊 外人我不喜欢吗 难道你不相信 人王的枪法吗 不是啊王爷 您枪法干事无双 可这扶桑活桶自打您买来就没用过 你不怕 怕什么 胡说八道 苹果我有的是 啊 我脑袋只有一颗 王爷你看准了 王爷你看准了再打呀 啊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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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破东西 嗯 嗯 哈哈哈 王爷你看啊 这个东西它不好死啊 嗯 下次再玩 拿着 这个家伙 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还是继续练飞刀吧 这还不如玩枪嘞 飞刀不用看我也中啊 给我站好 王爷啊您还是看着吧 中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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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你在这呢 怎么会在你这 王爷 怎么会在你这啊 说了多少遍啊 好看吗 让你给弄脏了 去 拿具鞋 对不起 雷顺 站好 这好了 这个够大了 苹果这么小 肯定重大 再 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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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啊 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快说 你去了哪里 王爷 小人此去如南科一梦 昨见所闻传奇之志 轻容小人熙熙到来 来你快说 话说 那日小人身板穿云剑 直飞 周天 大人啊 白云浮灭大雁半飞啊 银河浩瀚日月同辉 三十三层高剑之外 细舞飘渺中 似有老魏 白云依依 巍峨华贵呀 那是天宫 望远英明 正是天宫啊 小人组定天宫 事情私下 先遇了了 惊为千籁 画一个纷纷 异乡扣饼 大脸之上 高中一人 静一华贵 眉目不是凡人哪 那是 玉帝 正是玉帝呀 小人组定天宫 上个玉帝三寇就败 玉帝就问我 你怎么说 你向人说 玉帝呀 我乃明朝 凌王帐下的师爷 自犯而来 是为了辅佐我主 推翻冠军 拯救苍生 而向玉帝气修 天兵天降的呀 说得好 玉帝 他又怎么说 王爷一级赶天动地 神明自然相助 玉帝一清大悦 相助王爷大业 特前仗煞一名天降 随我心而烂 翻 天降 在哪 有请天降 走 快点 王爷 您看 师爷 你为什么这样对天降啊 王爷你有所不知啊 王爷 神仙下凡都要转化人形 可这位天降转化的时候出现一些小叉子 结果行为变得十分怪异 老想回天上去 小人实在困难 只能暂且将他帮助 哎 您看 他现在连话都不会说了 我要这个力量 我抬不住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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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降这么生气 他 他 他还有法力吗 当然有啊 他在天庭专撕火器 能为王爷您造出红衣大炮啊 大炮 本王有了红衣大炮 那打下京城 知日可待 到我们之前说好的啊 你得听话 造出红衣大炮 放你走 狗红 灰葡萄什么牙 还给你金子 很多金子 回去吃地 买生口 老婆孩子 热钢头 OK 你 你叫什么名字 王爷 他听不懂你说话 我来给你当翻译啊 告诉王爷 王 奈姆 奈姆 有奈姆啊 朗拿度 朗拿度 知道了 原来是朗天将 你真的会做红衣大炮吗 当然的了 这还有天书呢 您看 天书 是不是 天书 我怎么一个字也看不懂 天书嘛 这个图 我是看得懂的 这是红衣大炮 那是啊 哎呀 老天家 早炮的事先不说 你来给我看看 这个巧 来 拿过来 这个 这个给你 这个 打不响 你来给我看一下 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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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着 这就行了吗 哎哎哎哎 这么快就是了 王爷你看 伴我南非的大燕 都被你打死了 这真是 天助我爷啊 那当然啦 大家听着 我现在宣布 郎天将 为本王的灶炮总监 师爷啊 就是副总监 以后负责 灶炮的设计 哎呦王爷英明啊 不过 不过什么 郎天将说了 这红衣大炮乃是神器 制造过程非常漫长 索费精盈 哎呀 只要能造出红衣大炮 金钱 话多多的 在所不息 王爷英明 英明啊 我跟郎天将 一定淡金结律 在所不息啊 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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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哦 耶 嘿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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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 肉汤的魂子 过来看 这么多甜薄的魂子 好呼呼啊 站住 站住 他想泪裙滑 再枉子站住 别闭 哎呀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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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哎呦 你你们怎么打人 打人不对 哎打人不对的 妈看 打死你 我的唐葫芦 你赔我的唐葫芦 什么唐葫芦 要赔什么 滚 滚 你赔死你 你赔我的唐葫芦 滚 滚 干死你 你放开 你你 有三你给我记住 下次别让我看见你 走 你没事吧 他们是坏人 他们打你 你被打 你肯定是好人 小兄弟 你这是汉子 汉子 我这儿有点钱 你拿着 拿着 不不不不可以 拿着 不可以的 他们是坏人他们打你 我救你是应该的 我不能拿你钱 你当我是什么人 不可以的 不可以不可以 不是 我告诉你 我刘瑟主动给钱 你还是头一个 小七 你居然不要 不不不可以 不行 拿着 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 刘瑟 你放手 刘瑟 你放手 姐 你怎么光天坏人身下 欺负老是孩子 我 小七 你没事吧 他 他 他没说 你你你你你 什么你啊 我告诉你啊 你要再这样下去 我拉你报官去 小七 你可不要惹事了 没有 我怎么跟三秒舅交代啊 没没没没 我带你见老爷去啊 走 你给我小心点 不是不是不是 小七 你没事吧 小兄弟 你以后有事接着找三哥 你别说话 只有我能教你发财 听见了呀 走走走 发财 你不用着急 你不用着急 不着急 只要你把红衣大炮造好了 我保证你回到葡萄那个什么牙 喂 葡萄的牙 你放心 姐夫 姐夫 你是 我是你小舅子雷顺了 不是 你是笨蛋 我是你小舅子雷顺 先生只有雷公哪有雷顺 你还是笨蛋 不要老叫小名 你可真能做吗 姐夫 你刚才那出戏 真是演的绝了 我听不明白 可我看懂了 姐夫 上月听说海上起风暴 刮来一艘西洋船 又招了海盗就活了一个人 这大鼻子蓝天将 怕是船上落难的吧 老奸呢 你为什么将此人安排到我的身边呢 说准了 没事你一话直说 姐夫 你想借着西洋人造炮来蒙王爷的钱 可以 但是见者有份 你得让我沾点光 这造炮花了不少钱了吧 行 这事你只要不说 有你的好处 我跟王爷姐姐 你当我的副手 行吗 姐夫 以言为定 以言为定 你还是笨蛋 走 走 走 你就知道早破 我没个老婆你都不管 老爷 老爷 我这苦命的表弟 身世实在是太可怜了 我三表舅妈重病在床 三表舅去年下地干活 又摔断了腿 小七为了活命 只好来苏州投奔我了 老爷 您素来宅仙人厚有好生之德 就赏我这可怜的表弟一口饭吃吧 好 既然 秋香已经向我求情了 那这样 小七就留下吧 谢谢老爷 秋香 你先下去 有句话我要和小七交代交代 是 老爷 小七啊 来来来 你呢 在画府混口饭吃可以 但是 你得为我做件事 老爷 脏活重活 全包在我身上 我让你做的事不在画府 是在宁王府 看着没有 你 继续 看着气 你 老队 这可不是小户人家吗 老爷 小七 小七 这就是宁王府 我 现在正在招杂役 你呢 就到宁王府里去做个杂役 表面上是当杂役 实际上是老爷我的县人 懂吗 老爷 苦活脏活 我都能干 可是 缝线补衣裳 我 真的不会 奸细 懂吗 那 那更不行了 我们村子里面 说书的老头子说 奸细 是坏人啊 我跟你说 凝王是坏人 老爷我是好人 你呢 帮着我去监视凝王 就是帮着好人去监视坏人 你就是好奸细 懂不懂啊 哦 老爷你早说嘛 原来我是好奸细 你 你 你 这个东西 有什么 都把它记在这里面 听懂没有啊 哦 可是老爷 我不识字 不 哎 你 画画 画画会吗 哎 画画下来 来来 拿着 这些银子 你拿好 不要怕花钱 要和他们府里的人 搞好关系 懂不懂啊 哦 搞好关系我懂 就是 大家一起吃肉呢 对对对 记住要掌握 冥王谋法的证据 交给老爷 懂吗 哦 哦 那老爷我走了 走走走走 去吧 嘿嘿嘿 我们这只招家定啊 你干什么 你到后面排队去 后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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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拍对啊 啊 啊 终于到家了 我回来了 夫人 夫人 我回来了 我们这只心有灵犀 你怎么知道我会回来的 你是特意在门口 等我的是不是 你这是要去哪里 你还说 为了救你 把家里所有东西都给变卖了 全卖了 那房子呢 也卖了 没事卖了也好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呢 我现在准备回娘家 回娘家好好好 我也很久没回去看丈母娘了 哎呀 没买礼物啊 夫人我们现在去买礼物 让我回娘家 你拿着吧 夫人你给我写家书了 我都已经回来了 你还给我写什么掐书呢 你看 真是 行 因为你还要买了 你还要买 我买了 你们想要买你 我买了 我买了 你也买了 你 bishop 你还要买了 你rebko 我买了 有点 夫人 你别走啊 没事 你听我说吗 没事了 表妹 我们可以走了 过来过来 你放手啊 你放手啊 放手 你放手啊 干什么 你放手 你放手啊 你给我放手 放手 你以为自己还是那个 万人景仰的康蟹员啊 你现在是一个 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吗 休数你都接过了 现在表妹 已经不是你唐家的人了 她现在回娘家 我作为表哥 你要带她走 有什么问题啊 夫人 她是骗你的 骗你的 骗你的 表哥是不会骗我的 放手 放手啊 唐伯虎 你明不明白什么叫做爱 走坑了你 宝妹 我们走了 少爷 少爷 我现在真的是什么都没有了 少爷 巧了小兄弟 你怎么在这儿啊 大哥 你也在这里啊 终于有个认识的人了 我还跟你搞好关系 走 我们吃肉去 嗨 你对我有恩 这顿饭怎么能你请呢 这样 哥哥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好不好 好 走走走 好玩不行 我要在这里做好奸细啊 不不不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我要在这里干活 走不开 你撕脑劲 我问你 你想当城里人不 想 做梦都想 那就对了吗 那就跟我走啊 只有跟着我 才能让你当上城里人 知道吗 走 走 你说 给我 来来来 没有 你去吗 不要 来来来 快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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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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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接着来接着来 跟我进来 埃大 埃大 埋小 小鸭小 来 压了压了压了 大 好了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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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赢了 大 你真好啊 这是我的 来来来来 给你 拿着 这把 还赢了吗 我还赢了 还赢了 还赢了 キ heavy 安 都吃饭去 揣器一揣 走 别摔着别摔 来来来来 看看 嗯 干杯 来来来 隔开 走 少爷 这个果园就是你最后的家产了都没有了 您就在前面那个小房子里 暂且休息一下 我去给你买点酒菜 给你接风 不是我夸海口 唐某自从蒙同入熟齐 寒窗苦读十五年 这次会试唐某人肯定可以先拔头筹 连中三元 做天下第一才子你们信是不信哪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莫强求 大家看看这就是程大人送给我们的蓝草 唐兄 我们高中有望了 奉天成谕 皇帝诏曰 经查自有唐银徐晶二人 于经师会试中投机取巧 私会主考 行贿经营 套取试题 包险恶之心 借诡诈之术 借得会试一二名字 现桌刑部押入天牢 一经查实 严惩不黛 请辞 夫人 夫人 他是骗你的 骗你的 妖哥是不会骗我的 这 我回来了 少爷 我回来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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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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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 你 没事 没事了 没事 没事 人事唾弃 地府不受 我还真是倒霉到头了 活也不如意 想死也不让我死 我也想明白了 天意如此 天意 那我只有不死了 留着 这副皮囊虚度余生了 我听你的 少爷 少爷 你慢点 不愿鞠躬 车马前 九行只在花前作 酒醉还来花下眠 半醉半醒日复日 花开花落年四年 但愿老死花酒间 不愿鞠躬 车马前 不愿鞠躬 车马前 你好 你好 这鸟是错呀 这鸟是错呀 你好 这鸟是错呀 这两天这只鸟啊 又会说好几句人话了 你好 你好 王掌柜啊 您这次把哥哥养得 越来越精神了 抱不留 我看你今天也挺精神的嘛 说说 有的什么宝贝了 我那点货色 哪能入您的眼呢 老您得看看 这东西有艳没有啊 东西倒是不错 我就说王掌柜 您是这条街上的大拿呢 您好喜欢 拿去玩 可我最近不太享受这些 对了 你那有画吗 画啊 这个我还真没有 你好 你好 我要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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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有人求见 请 请问这是文公子吗 在下正是文正明 您是 必然姓刘 文公子 齐宝斋 您可有耳闻呢 齐宝斋是江南第一文文行 如雷贯耳 如雷贯耳 刘掌柜请坐 您坐 那刘掌柜立临寒舍是 听说你文公子的话 在苏州小有名称 哪里呢 今天我正好路过 顺便来看看 顺便 顺便 那文某真是荣幸之志啊 刘掌柜 请 这边 来来来 刘掌柜 这些啊 都是我的得意之作 文某不才 几十年来 醉心丹青略有所谓 书法师承李明征 画宗沈舟 能清律 亦能水墨 可公笔 亦可写意 您看看 这画马 功细流畅 意境优远 字嘛 法度严谨 而意态生动 颇具 静堂的风姿 总而言之 都还可以 刘掌柜 您真是行者 那就好 翠花 我要了 不知论格寺 单心无价 笔墨有形 承蒙柳掌柜才爱 我出 这个数 三百两 这也 直音难觅嘛 岂能贪图金饮呢 一百两也可以 好 成就 爽快 好好好 这 留两位 留两位 你一百两 买我一幅画 你这些 都拿走啊 一张 我跟你说的 可都是包园的家伙 包园 亏你还是个行家 我文征名 虽比不上 吴道子 顾凯之吧 也是一代名士 一百两 卖你一幅画 已经是名著案头了 你竟然想包园 那我这是卖画呢 还是卖纸呢 文公子 画得好又怎样 从古道金的名字名画 哪个不是出自常办 帝王将相左右的 画师之手呢 就算那吴道子 他可是吃着 唐学中的宫廷奉营的 再说那顾凯之 当过东京的散其常事 而您呢 苦读了几十年 可终究还是身无功名 百丁而已 百丁百丁 一文一金 你还想要多少钱啊 好啊 是可杀不可辱 你拿着 我还不卖了 我告诉你 你这句话 你还提醒了我 我告诉你 长风破浪会有时 我一定要考取功名 当了大官 一字千金以后 我就不卖给你 千什么金呢 我看你是搭错了金 文正明 这家里的米缸 都快见底了 你还在这里 给我装清高 还长风破浪会有时 你破了那么多年了 你倒是给我看点 水墨星子呀 功名算什么呀 能当饭吃啊 这一百两银子 够我们吃半年的了 夫人 你不是还要我 考功名呢吗 他可是包园 是啊 考功名 我也没看你好好读书啊 你整天净化 这些浪费纸墨的破坏 考官是吧 我看你迟早 要把这个家当了 买棺材水 这事我做主 买了买了 去哪儿走 还是我们负责民室里 文公子 拿走 拿走 您记住 您画多少 我都要了 这个家伙 你站住 站住 站住 你站住 相公 你好好想想啊 这卖画赚钱 不是挺好的吗 你说也不用你一天到晚去种地 又不用你跑来跑去的做生意 只要一直比一张 只在那里画画图图摸摸 这样就可以赚钱 画茶花米的有什么不好 干吗 想哭啊 不想哭 从现在开始 每天给我画 谁家画好吃饭 我来检查 一百两包园 我一定要逃去公园 让这个模糊 给我言听计从 一定 好多穷三代 汗齐回一生 我的会儿 你干什么 老婆 穿了不准裤的 笑 再笑 笑开一点 这样笑会不会啊 笨蛋 笨蛋 左公子 穿不住气 憋不住屁 还是个假包袱皮的 左公子 真是太谢谢你了 多亏了你啊 给我推荐了文曾鸣 还教了我杀他家的法子 我虽然帮了你呢 却伤害了我的朋友 你说你在做些什么 才能平复我这颗 愧疚的内心呢 那您说 就这么着吧 给我张画 那可不成了 这文曾鸣的画 现在活着呢 早就有下架了 这样吧 这点意思啊 您下呢 我觉得我愧疚的心 稍微好了一点点 可还是 这些好多了 左公子 其实有跟您这样的朋友 也太好了 此话怎讲 朋友愧的 不得了您的口袋 这样的朋友 才叫同富贵呢 有道理 你这么讲我 我可就不生气了 不过话说回来 要是没有我 这个消息的话 你就不知道 文曾鸣那里 有很多好话 而且 我还让你到他们家 去收话 给他银子 让他养老婆有饭吃 这是我的善举之一啊 其二呢 我是想让他知道 这吃饱饭 才是天下第一要紧的事啊 这么说来 左公子 果然对那文曾鸣 是一片真情厚意 令人感动啊 对了 我这里还有一个路子弄画 又是你的朋友吧 我还有一个朋友 叫徐真钦 他说他现在 正拜了一位 从昆仑山上 刚下来的工具侠 这学功夫可是需要钱的 我听说 他家的东西都是祖传的 你可以去他家走一走 好 多谢祖公子 那就让我们 再帮一回你的朋友吧 走 哈哈哈 好